多情自古伤离别 久别后的重逢总是让人愉悦欣喜 劈类俱下 今天带给您的就是士兵回家带给家人的惊喜 关注我带您隐悦欣喜的世界 一名女高中生与她的哥哥分开了几个月 学校和她哥哥决定在体操比赛中送给她一个惊喜 在她得到了巧克力和鲜花后 这个大惊喜被揭晓了 她的哥哥从幕后跑了出来 送给她一只泰迪熊和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圣诞音乐会上 其中一位歌手的妈妈 在中东服役已经超过一年 现在她提前几个月回家了 给了女儿一个温暖人心的惊喜 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人正在参加一场足球比赛 他们的父亲发送了一条视频 这让全家人都泪流满面 当他们以为惊喜已经结束时 他们的父亲出现了 孩子们高兴地冲过去 全家人抱在一起兴奋地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经过700天的漫长等待后 女孩见到了她的男朋友 这位两岁的孩子在幼儿园 见到了分别半年的父亲 一名拉拉队员被蒙住了眼睛 因为休斯顿吉祥物要在她身上扣拦 但当她睁开眼时 看到的却是她服役归来的男朋友向她求婚 尽管一般的爸爸可能都有点冷酷 但这个爸爸在见到儿子从阿富汗安全回来时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这名士兵在海外服役9个月后 在一场篮球比赛中 给他的孩子们带来惊喜 女孩正高兴地和家人和拍毕业照 这时她的男朋友出现在她的背后 这位老师向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时 在中东服役9个月的儿子出现在名单上 把她吓了一跳 紧接着惊喜来了 在小男孩的午餐上 退役回家的妈妈打扮成玩偶 给了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 毕业典礼上 男孩的父亲突然出现 给了他一个惊喜 这可能是最令人意外的惊喜之一 当这位披萨外卖员将披萨送到顾客家时 顾客正是他分别半年的男朋友 这位美国士兵恰好在他女儿出生时 被派往海外服役 在他们的孩子出生六个月后 父女终于见面了 没当过父母的人 很难理解这位母亲此刻激动的心情 在比赛中场的抽奖环节上 两个孩子得到了最大的奖品 他们的爸爸回家了 女孩的哥哥在空军服役将近一年后 穿着新兴服装突然出现在他的生日派对上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在学校的聚会上 福役回家的爸爸突然出现 让这次聚会变得终身难忘 这位士兵走进他在马里兰州的家时 他的母亲一看到他就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 哥哥服役回来 意外地出现在弟弟的篮球比赛上时 弟弟激动地哭了起来 经过漫长的170天的分离后 这些姐妹终于再次拥抱在一起 一名空军中士突然来到学校 给了他的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 一位老师告诉圣诞老人 他唯一的圣诞愿望是让他的儿子从阿富汗安全回家 这时奇迹出现了 这个女人正在为见到明星而高兴 当福彬毅超过一年的丈夫突然出现在他身后时 他很快就把这些名人抛到脑后 当大学生在庆祝毕业时 这位女孩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毕业礼物 她的男朋友服役四年后回家了 一家人与分别七个月的父亲团聚 兴奋之情一语言表 在与妻子分别一年半后 这名士兵装扮成一只巨大的泰迪熊 给了妻子一个惊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以上久别重逢的视频中 哪个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请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